大家好,我是南洋台灣節目會的執行秘書梁祖寧 然後台下有一些我玩是老面孔 然後早上在那個令星人口發明王氏那邊 一整天做談會晚上繼續接的令星人團在這邊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很高興 今天大家可以對於這種聚焦中 再聚焦的議題還感興趣 我想我本來已經大概只有兩個人 因為新移民少數的議題 還健康權喔,不是其他權喔 健康權喔,其實又更漂亮又更小 所以就是感謝大家 那也讓我們就是現在一樣 請我們的來自國防醫學院公事中心的助理教授 也幫我們教老師 如果我們帶來今天分享 我們大家分享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人類學是我的背景,沒有錯啦 可是就是把我放在一個醫學院裡面 所有人都很好奇我到底能教什麼 你又不是醫生,那你能幹嘛 那對我來講 我心裡面暗暗的任務是我來肯定的 那主要是因為很多西方醫學的那個觀念 他們大部分是放肚死海接準嘛 就是說你身上的生理的那個疾病 你一直到治療 是可以全世界用同樣的方式同步的去完成嘛 好,不反對嘛 那可是人類學到醫學院裡面 因為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 讓未來的醫生能夠認識到 每一個人的身體很有可能他會有那個 不同的文化的存在 跟社會的存在這個面向 所以可以因此會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那你在跟他面對面在做扶募的時候 你可能認為是這樣子做的 可是他可能不是這麼樣管理 那有些時候你的藥下去的時候 在不同的異 Apps 這樣 其實也有認識了很少的治療效果這樣子 那有些時候我覺得 就某些人好像不在管弄之後 醫生可能會說 可能是體質的問題吧 那體質就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對不對 那我們在那個很多時候 其實直接面對當地醫學系 在課程上面 或者說在一些課程分表上面 我們現在仍然還在拔河來 那只是會很希望就是 我們在那邊的教學的任務 能夠讓學生能夠體會到 其實人從生到死 其實所有的那個對身體的觀念 都是不一樣的 那假如說我們的那個 西方圍主導的這個醫學 願意比較開闊的去認識 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那個移民的話 其實恰恰是我們自己 醫療體系的一個保護 那我是帶著這樣一個態度 然後就是在台灣做這個新移民健康 那個人主觀的那個原因的話是 就是我自己的婚姻的組合也是一個 算是跨國婚姻的一個情勢這樣 不過我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婚姻分開了 那這個婚姻的這個過程裡面 帶給我非常多的挑戰 那當然就是 你曾經就是很努力在投入在援助的一些家暴對象 然後你們的對象等等的 嘿 我想我的經歷就會能夠理解就是這些個案裡面的人 他們的整個情感 或是說這個 他的那個族群之間的那種差異啊 衝突啊 拉承會是怎麼樣子 那因為恰恰是這樣的一個自體的主觀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對於這個東西 我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我很想問 那我就會從我身邊就是 我當初是在深坑那邊居住這樣子 那深坑必須的足噁心 有幫忙移工 搶戶等等的 我就會經常跟他們就是 交朋友談話 然後就是到時候跟著他們去看診 陪他們就醫 那還有遇到一個就是 我國科會在申請的時候 其實有被擋掉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不是要為你審查嗎 好 我們做任何跟那個醫院裡面的病人做那個訪問 他就要求這個東西 那我也通過他們一些IRV的一些 執查的那個證明就是了 只是當我要求說 我可不可以在你們醫病互動的現場 就是比如說有錄影的那個方式 我仍不在 錄影的方式 然後能夠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醫生跟新移民的互動 究竟實際上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來分析一下那個問題 結果這個東西被say no 退了三次 就是你就是不行 那他的原因就是 病人的隱私全部要保護 可是事實上他保護的是什麼 保護的是醫生覺得 社會科學家 你沒有那個資格可以坐在診間 看著我怎麼樣跟病人問診 那這個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大的遺憾 因為國外有 國外可以 那台灣的話就是成大那邊的醫院 跟這個某些就是社會科學的人 他們其實能做可以做 那我因為也剛到國防醫學院了 可能資歷也是很深 不夠深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在研究上面 我碰到的難題 那我就把它轉變成說 好不行的話 那我除了我前面 我的那個基礎之外 我就開始去找通醫 因為通醫 他是醫病之間溝通的第三者 那他看得清楚 姐妹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不少就是 南洋的姐妹其實在台灣 他們有那個想不想跟姐姐的機會 他們也很想要幫助他們自己的姐妹 在就醫上面就是 有更多就是 等於說維護他們權益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訪問了大約 二十個醫療同意 來自於各個國籍 他們有人是華僑 有人不是華僑這樣子 那這個成為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 會講的就是內容 那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對我有好奇的地方 在要講之前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那這個是一個很初步的 就是勾勒 現在新一名在台灣的情緒 那在105年4月 最新的核光統計的話 已經到51萬了 那如果加上新一名的第二名 第二代的話 就是我想它構成我們 第五大圖群是不容不施的一個力量 那甚至就是在數字上面可能 緊逼了這個原住民的人口 那上面這個圖表給各位看到是 大陸仍然是這個 比如說胖胖不明裡面的主要群體 可是下面的話 比較是說來自於東南亞 各地的那個組成成分裡面 佔的那個比例 以越南啊對不對 對多 然後再來的話是緬甸 還有一些其他 印尼 印尼 對對對 11%是印尼 然後再來是緬甸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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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緬甸對不對 那 可是緬甸好像在我們的很多的 移民的語言的一些服務 好像是被默略掉的 就是將來各位也許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比較是想要跟各位講一講的是 在數字背後的那個東西 尤其是 能不能用一個歷史的那個角度來看 就是 我們今天為什麼我們 泰國會議發生的那個 連結的那個地方去這幾個國家呢 應該是有過去的歷史一些交往 或是說我們跟人並往來 還有就是我們後來的那個南向啊 或是有形象大陸的那些 進行發展的一些優勢啦 好 那 我也要請各位注意的是說 就是 他們剛來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那個是在城市裡面 嗯 我下面的那個圖 比較是想要跟大家講 我只聽到這個 我們台灣的最南端 我們村在上面有一個片箱 好 板中箱那邊 那 去到那邊就是發現說 那邊居然比較多的那個 新一名是菲律賓籍的 那他們很喜歡上教堂 那他們的那個教堂 已經是 就是中華化了 就是 你看上面有那個 萬里長城那種 平常的方式 在建他們的天主教堂 那 以前有那個天主教的神父 就是會 用菲律賓的圖語 就跟他們就是交談 後來就是這位就是 離開了 變成是一個講台語 霧道的一個就是 就是 霧師這樣子 很酷 那 他們姐妹還是很高興 就是只要能夠在那邊唱 他們菲律賓的歌 然後 雖然上面霧道的語言是 那 那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恆春那邊有幾個醫院 我記得有三個醫院 那 我先比較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省立醫院 就是 他是 現在稱為旅遊醫院 恆春的處立醫院 那 另外一個是 這是恆春的前部教醫院 我簡稱恆基 可不可以看一下 那個 這張那個 他的 他的那個招牌裡面 好 那 我們仔細到那個 醫院裡面看的時候 有一件讓我非常訝異的事情 就是 他們的副產科 那個 有菲律賓籍的 治療科醫生 那 另外的話 在精神科 精神科 這方面 還有 菲律賓籍的醫師 那 這是在 我所有 到過的城市裡面 都沒有 有什麼的情形 那 可見 在這個地區 他那個 菲律賓的移民 其實是很早的 就是 民眾島 跟我們那個 台灣的南端之間的 那個交流 事實上是很早很早的 那 這邊有那個菲律賓籍的 菲律賓籍也是 那 甚至是 有人 就是 甚至願意來到台灣 去 這樣子工作 服務他們自己 國家的人 那 我們也很期待 就是將來有越南的醫生 來做民交流 或者說 有其他國籍節目在的 緬甸的醫生 不夠來 那 剛才那個 那張圖裡面 就是很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很有可能這些 那個移民跟我們台灣的 那個接觸 是從 我們的離島 從我們台灣的海岸 從我們那個 比較偏鄉的那個地方 開始 比如說美濃 那裡開始有 印尼級的那個 不易的移民 然後 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經過了 一二十年的那個變化 其實慢慢的 我們會發現 所有的那個數字是顯示說 這些移民 開始都是在往城市移動 那 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吸引的工作 有關係 比如說我在電箱裡面 看到他們能夠做的工作 是什麼 加油站 只有人家 然後不然的話 就是到肯定大街 如春那邊 去當民宿的清潔工等等 那 很多的那個移民朋友 其實他們也有他們的能力啦 那也很想要有較好的經濟條件 那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就會往城市去移動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那個 就是 逃跑啊 或是說家暴離婚 真是再婚的這些因素 那我在山坑那邊 旁邊有一個小村子叫土庫 那邊有一半的越南籍的移民 全都逃跑了 就是連婚姻的狀態或什麼 然後他就不管了 就是走了 就是這些氣體的走了這樣子 那他們到底到哪裡去了呢 這會成為公衛護士 就是當他手上只有護士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困難 都找不到人 好 那這個是我跟那個四方報一個記者 跑到那個屏東那邊去 那我們發現說 整個屏東的中央市場裡面 就有二十幾家的那個美容美髮美甲 這方面的那個就是開店 然後全部都是越南籍的姊妹 佔領了 那我自己在那個老間那邊 就看到老間那邊看的時候 我會發現整排的那個老間 全部都是大陸籍的那個姊妹 那他們應該會同鄉啊 或者說有一些什麼樣地緣上面 一些管理 他們會互相的聯絡 當然也互相的把工作機會 就是告訴對方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是看到他們 就是在台灣的一些移動的那個情形的時候 我主要想要給大家的一個訊息就是 他們其實不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個數字 也不是我們看到的那個就是靜態的一個面向 其實他們的生命是不斷的在衝動在流動的 其實他們到了台灣 他一樣在就是改變當中 那這個時候 我們回頭看我們自己的醫療體系呢 反而是有比較不動的地方 那怎麼說呢 就是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有五波的移民 可是我們的醫療體系並沒有因為這樣就是 等於說比較文化敏感度啊 比較服務不同人化的那個病人 就是為什麼遲遲都沒有這個機會 一直到就是1970年代 新移民男藥節內 就是來到我們這塊土地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正式呢 那回過頭啦 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從日本的那個潛力 醫學的那個體系的時候 日本人他就說 我日本人接收你台灣台北病院 馬上變成是我們日籍的醫生看 就是等於說日本統治者的醫院 那關於你們台灣人 他就設那個土人醫師養成所 就是後來我們的台大前生 那個總督府醫學校 那你們自己也需要有醫生 然後台灣級的醫生看台灣人 你們有沒有聽出來 就是不同的 台灣出來的 其實你是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 你也不能夠看日本人 那你的那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 你要實習 你也沒有資格到台北病院來 他實習的地點是在那個洪行寺醫院 他是專門是農民的收容的地方 那這也會造成說 那往後就是日本人看醫生會到哪邊去看 然後台灣人去看 大部分就找開業醫 或者說那個公立的醫院 那如果有重症的話 就是再多一些處理這樣子 那等到那個 我們政府來的時候 你們知道會有一個衝擊 就是國防醫學院帶了一個巨醫來 那戰爭的那個體系裡面 其實有動員出一滴的衛生兵 或者說相關的那個巨醫 他們也來了 那他們後來有就是 就是我們的小衛生出給他們指導 那這個會對台籍的醫生或是一個衝擊 那雖然都是華人 語言也還是OK 可是反選人跟外選人在很多的習慣上面 甚至口音或是說 包括一些醫療的需求可能會不一樣 那我們看到的是 蔣介石那時候 前天幾年是會有一些就是在公立醫院非常混亂的情形 就是包括那個外選人醫師會進公立醫院這樣子 但是在1956年我們拿到了一筆美元 大約忙前晚 那蔣介石就開始辦 同時二所那個軍醫 的醫療院所這樣子 就讓軍人進去可以看 那等於說 他也研習了以前直立醫療 照護體系裡面 分而治之的一個原則 所以你就會看到 噢 問題又沒有了 就是你們各自找你們自己 等於說準急的醫師 或者說邏輯的醫師在看這樣子 那我們就變得沒有那個機會去練習這件事情 那王宣安醫師帶他的那個容護醫師 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看 這位那個成大加醫的那個實習醫生 他寫的字 他其實已經意識到了 當他在一個醫學中心實習的時候 哇 看護 講的話聽不懂 然後來到這個醫療體系交流的人 世界各國的人 然後還有非常多病人 是新醫院人 然後自己反而變很孤島的 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醫生是意識到的 這個多業文化的時代是一直來的 可是呢 就是語言差異是很明顯的 然後社會文化啊 很多陽性是出現的 那他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 我講的話我怎麼樣傳達到病人的身上 這個健康傳播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的話就是醫病溝通 這方面也可以挑戰 那我們的政府曾經在這一塊裡面 就是做了那個醫療同意的訓練 不過只是把它當志工 我要強調的是這個東西 那在國外一些移民為主的國家的話 他們是把它當作專業喔 他的那個課程遠遠的超過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的兩天的課程這些的 那我可以讓他們是一份很專職的工作 那但是我們是用小時計算的 那他們也可能是那個一個禮拜 一個一個時段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還想要讓各位看到的是說 其實不只是這樣 語言的部分 然後或者說他們都要去出來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挑戰 其實還有一個是我們在提供照顧的時候的一種文化障礙 那我現在就想要請各位告訴我一下 你猜猜一看 就是在醫療院所裡面的故事 對於一個印尼的女人帶著孩子來就醫 你想她會是什麼樣的反應 你個人想要想像一下 小孩是醫 媽媽 對那個印尼女人 對啊 是媽媽生病還是小孩生病 小孩生病 小孩 小孩 小兒子 可能用 就是滿臉痛的還是什麼 就會動 摸肚子啊 用臉 所有時候也有 那故事是第一關嘛 那時候健保卡的 請她等一下 然後就走開了 請她等一下 我覺得故事不是第一關 因為我前幾天剛好就遇到了一個印尼女人 印尼女人或越南女人帶著她的小孩 但是她的小孩是年紀比較大的孩子 大概十幾二十歲左右 但是她們在第一關掛號的時候 還有抽號碼牌的時候就遇到問題了 那時候就是很明顯還沒有開始 醫生還沒開始看的 大概過半小時才看的 她們領了號碼牌之後 她們跑去問 為什麼現在不能看醫生 那當然對臺的人就直接告訴她們說 可能要等半小時 因為這個醫生之前一點半才看的 她們一點都過去問的 但是後來那個女人聽不懂 因為她們可能 佛醫有一點 就是有點問題 或是如果查的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點可以從後碼牌不能立體看的 那我就七點部讀了她們 那個過程之中發生了一些爭執 那我看到的是那個掛號的 那個後碼牌結束的那個醫護人員 就是對著她講的話 那種口氣是比較像是 為什麼我這麼說 說了幾天就聽不懂 醫生是一年半開的 我不是醫生 我們沒有理由去讓你直接進去去看 就是七點部讀 所以才剛看到 對所以我是覺得 故事的話我不曉得 但是第一關我認為應該是 畫號跟一個醫護人員 進門的時候 就會讓他們感受到 那個護理人的感覺 有沒有人的護理師 以為她是家裡的地方 有陰游 來帶她小孩 我們自己用的小孩 我們自己用的小孩 寫出誇重 那個我很同意妳講的 我們在櫃台那邊 可能就已經出現很多的那個 就是文化修練的差異 最害怕的是志工性質的人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做過 專業的醫療提起的學員 他們不是來熱誠的幫忙 但是那個熱誠的幫忙 並不代表他們 對很多文化跟來的病人 是有一定的那個熟悉的武器 現在就是有關於這方面的那個志工 在那個我們的健康中心 相當於衛生所的那個點子裡面 有移民姊妹訓練過 單日志工的 但是在我們主要的各大醫院裡面 事實上是很少的 除了婦幼醫院 因為婦幼醫院是 父親兒子 就是一名去生產的武藥的醫院 那我覺得你提出來這個問題是很好 那還會就是 遇到那個比較火爆的場面 然後甚至工作不了的那個場面 是因為就是有一個原因 那個移民的姊妹其實大部分 他們年紀非常輕身體不錯 還有另外一個是 他們在原生社會的時候 其實不看那個大醫院的醫生 他們能夠在家解決就解決了 然後或者說就是買藥 吸藥房 那或者說私人的那個診所 比較不會像我們因為健保的 便利的那個關係 就是動不動就跑到醫院去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一年節會來到我們那個 醫院這邊看診施的時候 他們很有可能 第一個不曉得 我的病要掛什麼號 哪一科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也可能不曉得 我們的休息休整的時間 哪一種開始 所以這是需要一些溝通 互相的那個理解 那剛才主持有講到說 那個護士很有可能會對就是 帶子小孩的那個 印尼的語言有這樣的印象 因為在我們台灣大部分的那個情況 康斯公嗎 對 浮色比較黑的女人 然後就是你還會帶著小孩 那通常你就會覺得說 欸 你不是康斯公的那個女傭嗎 那這個護士他直接就問說 你的故事在哪裡 那問題是 他其實就是那個孩子的媽媽 那是不是隱含的一種意思是說 你沒有那個資格 當台灣人小孩的媽媽 好 我剛才看到那例子 他後來好像也講 類似的意思 然後他問你 我們去問你 回家問你先生好了 是不是這樣 而且過了沒幾分鐘 後來又有一個香港舞台 來這邊來玩 然後來掛號 他手也是聽不太懂 他講的話 然後他掛號的時候 那個服務的態度就差了 哪一件啊 真的 台北 台北 嗯 邊什麼 擦子 擦盒 擦擦盒這樣子 對 然後就說那個小孩的領事 就非常好 然後講話比較 像是在玩鬧 玩鬧 嬉笑玩鬧 那覺得怎麼會這麼對應 那這個 就是實際上溝通的那個情形 我們還會在後面裡面再多提到 那這樣的一種隱藏式的歧視 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很想要再多了解一下 所以說就是 從那個人權健康權的那個部分 我想大家應該同意說 Health for all 應該移民也會跟我們自己的國人一樣 應該要想要自己也同等的那個 醫療的資源跟醫療的體質 那假如就是說 有一些那個不平等的地方 也是我們應該努力去消除的 那 我在那個一份那個文獻裡面 陳定光老師他高一的 曾經就是大於距離我們現在 二三十年前 有一個就是醫療的那個 統計跟狀況出來 請各位看看 就是醫生不會跟他們解釋 就是生命的緣由 然後互動的關係也非常難 那使用的術語呢 病人不易了解 百分之八十五的病人 沒有參與檢查的決測過程 還有就是家人跟 病人跟家屬就是有通識的服從 那他指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弱勢的選定 是平民跟腦榮林 那比較遺憾的是 就是陳定光老師這樣的一個觀察 在我後來的新一名的身上 我看到這樣的問題 仍然在repeat 仍然自由的 那所以說就是 某一些呢 那個我們現在新一名健康的那個文獻裡面 會強調說 新一名對我們現在現在 現代的醫藥體系感到滿意 那個可及性啊 或者有的記性啊 是越來越高啊等等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騙了好不好 群體之間是有那個健康差異的 那 我的那個 等一下那個講的那個內容 我想跨性別 跨階級的那個性別物品呢 指的是說就是 不便來講 當那女性的 這方面的那個 求醫的一些狀況 他們有 但是他們跟台灣女人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醫療遭慾究竟是在哪邊 我倒是覺得這是比較需要去了解的 然後另外是說 很多的新一名健康的管理政策 是從上面下來的 一直到就是衛生所啊 然後我們的醫療機關正在執行的 那會不會就是 也對他們的一些照顧跟福利有些影響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 那主要在我的研究裡面發現說 好像不是只有那個 台灣跟後面世界的運動的那個情形 我們可能還會受到就是 我們的文化不一樣 或者說家庭關係跟醫病關係等等的 會提到他們的健康跟做醫的決定 那我主要是要講說 我們現在93%的新一名女性來到台灣 幾乎都乖乖的進去我們的醫療體系 然後就是懷孕他生產啊就已經這樣子 那問題是我剛才有特別強調說 因為之前年輕啊身體好啊 他不太輕易進醫院的啊 那現在為什麼都乖乖的進去 各位覺得 國家要幫你生小孩 國家要幫你生小孩 對 要幫你生小孩 那我們台灣人現在的那個 那個生小孩的地方是怎樣 對 都去醫院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夫家會把他移來進去嘛 那他有什麼因素 各位覺得健保有補助 健保有補助 有補助他們十次的產節免費的 還有嗎 應該會有相當程度的那個社會福利 以照顧那個弱勢 也有很好給他們吧 好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特別的看 我們的政策到底怎麼樣想的 做的 還有就是 他有一定的醫學知識的基礎 在做這件事情這樣 那有沒有值得我們看 那我待會的那個內容 可能會講這四點 一個是為什麼他們的生育 這個生育 因為是光紅瘟 可是會被當作混種的生育 比較不好的就是打種的 那 這樣的生育是有問題的 還有就是 他們的母子的角色 就是他們要生下台灣人 這個角色 為什麼要被正常化 還有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的就是 就醫的時候 問診的時候 他們的生育 明明是他是主要生小孩的人 為什麼他會呈現一種服從的一個角色 就像剛才那個朋友 他一直講的就是 你去問你先生呢 那我們的醫生也會喔 就是在一定溝通的時候 先生跟著老婆去的時候 醫生是對著他先生問真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那尤其是當先生不懂越南語 不會講越南語 也不願意學越南語的時候 那他又是剛嫁來不久 然後懷孕的 他先生怎麼能夠表達出來 就是那個他老婆的一些需要 或是他的狀況 那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會引起後面的身體自主權 被剝奪的那個情況 那我們很希望將來我們通過各位的努力 我們能夠讓新一名做他們自己健康的一個主題 多告訴我們一些他們的藥物 好 那這個先掃過 這是過去的新聞了 民進黨所政時期 他們一些長官講的 那你會看到他們大部分的表示是說 台灣人特別女人要多生 甚至是你們護理人員還以身作則 那教育部長就講說 那個二級新娘的素質有問題 你們要截育 好 這個不是那個編造的 那還有一位比較誇張的是 那個台連的離鬼跳板煙 他直接要政府 就是停止那種補助 然後要檢查一下 越南信仰是否有生化遺毒 因為他們院家的時候 投了大量的症犀 然後的確在中越引起非常多的人 就是後來一激行惡這樣子 那他就主張說 這樣會劣幣足良幣啦 好的小孩就生不出來 那後來男友檢驗會 很多的那個包括理事長 他們就出來說 這簡直是法西式言論 對話的形式這樣子 那可是這樣的言論其實還一直持續著 等一下我們還會看到 那只是說 就是 同外子是女人生小孩嘛 為什麼就是 外籍的那個移民生小孩 就特別有那個被貼標籤的那個可能呢 那我們看他們的性跟生育和公平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有些時候他們來到其他國家就是當移工 那有些時候他們是通過婚姻來移動 那婚姻的這個部分就跟性有關係 生育有關係的 那可是呢 他因為這個性來進入這個 全球化的跨性移動 可是也會讓他們就是 有一些被加就是貶低的地方 那日本跟歐美有這個有後新娘 然後他們是被當作那個生育的老公 那對我們來講台灣女生越來越多那個女孩子 不想結婚嘛 不想結婚嘛 不想結婚 那生育大部分的事情就做到那個 外型的那個移民這邊來 那再看齁 謝小姐曾經有進去的總統 那他的一個 video的那個就是 講法就是說 我們不要老是去那個 就是 出取那個 嗯 校外取新移民的齁 然後而且就是他還把那個 垂涎 這個東南亞 帝國女性的那個男生 就是形容成出這個 那不久前 2012年 張曉峯還有聖女說 就是 因為我們台灣男人 娶了外籍的那個新娘 那等於是說 我們大量的台灣女性就剩下的人 就是聖女 那他的這個是質詢的時候 那個有子呢 他就說不知道台灣男性的窮性生物 為何改變婚姻習慣 要到異地去慈禁動物 為什麼要這樣子嘛 就是 貶低到那個 這樣的一個層次 那我想這個都跟就是 我們這些就是 當政者他們的 特朗的 特別跟種族啊 或是說 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裡面的那個發展啊 以及階級意味這些都有關係 那我現在就想要請各位就是 看一看我們現在目前 唯一對新一名的健康 只有一個政策 那他的名字叫做 外籍與大師配偶順利健康管理政策 他是在03年的時候出來的 那有幾個問題請各位特別的想想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生育率已經低到你不行了 甚至2009年大概只有五個了 那照理說台灣小子的話 對不對 那外籍過來的那個移民 他們很多會令移民的反應 就是在我們生育上面 人口的數字會更多 不是很好嗎 可是 為什麼要管理他們的生育 還有管理生育的最強Focus在 大陸 東南亞 那為什麼會特別是他們這些族群呢 還有 又為什麼他們 應該有各式各樣的健康和問題嗎 為什麼又要Focus在他們的生育 那你會不會跟剛才我講的那個背景可以連起來 就是他們很容易就是在性原生育上面那個汙裡 就是被標籤 那我們看到的是說就是這個新移民健康的政策呢 很有可能會通過夫家還有通醫 所以通醫尤其是他們自己的姐妹 那有過宣傳經驗來顯示新移民 那剛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對台灣的醫藥檢查是很陌生的 或者不具的 還有非常多就是不老解的地方 但是透過了那個夫家跟通醫 他能夠把他找成自願的 然後而且能夠就是進入管理那個新移的生育健康這一塊 那我們在看到那個台灣對於這個社外公益的那個管理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某一類的人 比如說大陸過來的 他們是被比較方向是那個政治的他者 就是我們跟大陸還有一些敵貴的那個狀況 所以他們的公平權上面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他們的權利不承認 或者說他們也要多少年才能夠拿到那個水位證 都比那個東南亞的姊妹還就是九年 就是東南亞四年 然後他們要大陸要六年 然後他們要在台灣規劃十年以後 他們才能夠公職就是考試這樣子 那這個都有比如說他們的顧慮 那越南本地的那個配偶呢 就被方向是那個他們是比較低劣的他者 我們也看到就是在入境檢查時候 其實他們也有官是體檢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有蠻多那個 特別是有艾斯病的人 他們被檢查出來其實他就是要離開 他不能夠入境台灣的 那還有其他一些就是東南亞的一些傳染病 也是他們需要監控的那個對象 那我們會看到說 新一名在生小孩的那個數字上面 就是也說越來越多 我們記得沒有錯的話 但是台灣現在四個小孩也研究了 一個是新一名家庭出生的 那這個時候台灣社會其實有點在焦慮說 那我們這種混種的生命越來越多了 那新一名是不是有足夠能力 能夠去就是等於說教育這些子女呢 那我們還看到就是說 衛生所也提供了一個項目 就是去除了採檢的捷育之外 有那個0到3歲的新一名子女 要做一些發展的刷選化的服務 為什麼要針對這個 特別要用這樣的一個刷選化 那你就會看到新一名來到我們這塊土地上 就是一個是護家很想趕快報出資 然後有一個傳統接待 然後另外是社會上面 對他們的一些螢光 還有就是國家跟社會也很希望 他們盡快的能夠能力化、通化 變成是台灣希望要求的那種武器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是還有一些生育控制 這樣的一個 那都不要亂在他們身上 那你就會看到最後 越來越多的那個會數 可以關注到他們生育的這一塊 好 那個政策的那個白皮書 一定其實只有兩三頁而已 那講到非常多他們 為什麼要做這個政策 那上面的理由就是 他們結婚的數目越來越多 教育程度變低 生育程度變低 生育程變低 生育數目很高 然後裡面有個崩潰問題 那這樣會產生生育跟教育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生育健康的管理政策 就是各位可以回去看看 他的那個內容 那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就是你如果查出了 新一名健康的那個 營救文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醫學知識也在幫那個 就是政策背書 前面的那個幾位 就是大部分是婦產科醫生 他們主要也提出說 外籍配偶他們的小孩發展實話 那凌晨地主任是那個婦幼醫院 就是有搶進一個外籍配偶的 專門門診 那他是主要就是在講說 其實那個限定性的經驗 反而台灣人比較多啦 這個不是像大文也講的那樣子 你就會激行嗎 那只是他提出來是說 外配的結婚年齡偏長 就是比我們台灣理性 結婚的年齡來講的話 就是他認為會有那個教養服務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是就是考慮到 這可能就是他們來台灣 有各式各樣一些 文化衝擊跟適應的問題 那會有那個媽媽跟寶寶身心發展的一些影響 那下面那幾位的話 就是都是物理人員的 物理界的人 那楊詠梅他會講說 身心不成熟啊 然後欠缺育兒知識啊 教育程度低落啊 還會帶來這些感染病啊 來快適應不良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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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好 那周梅正呢 他開始認為說 前面這些大部分看的影響裡面 然後他會延伸出家庭跟社會問題 然後蘇利君認為說 沒有家庭計畫的話 那你就會 雖然那個生下一代的時候 或者社會問題就會有這個產生這樣 你會覺得 他一直不斷在把這個 基民生小孩的這些事情 一直不斷問題化 好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欸 有這個政策可以退出了 然後可以做這個生育健康的管理 那同時政府也假守這個 必然的那個機構 然後做這個正常化 新移民生育的這一塊的一個權利 那包括就是通過產檢 就是去 給他們一些訊息 健康方面的一些訊息 然後包括就是檢查商店機型的 就是把它拿掉啊等等的 那還有就是生育方面 生下來之後 再做那個發展的那個篩檢 然後對於育兒可以做那個 衛教的那個指導 就是當他們進來之後 就框住了 所有人的東西 就可以有國家的標準 去要求他們 懂我意思嗎 如果他們不進這個醫療體系的話 他們是可以在家生小孩 或者說找比如說住廠室啊 像當過去的 也是社會的話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比較多的育兒方面 其實就是來自於媽媽 他們的媽媽有時候也會過來台灣 就是幫他們做育兒 就不慌起來 而且成為一個就是正常化 他們生育的一個對象 那他們都在規定他們 哪時候可以生育 怎麼樣生育 然後不可以生太多 還有就是小孩子 你該怎麼樣養育 就一連串的可以 進入一個歸訓的 那這個是那個福寇的一個 我家的那個生育 生命潛力的一個概念 它不是讓你就是很強迫的 強迫你一定要幹什麼 那種很壓迫性的一個權利 它是讓你覺得說 喔這個規範 大家已經遵守了 然後這樣子其實對我 就是生育 其實有資源啊 然後又有人 喔我看這個小孩子 是不是今天剛剛出生啊 很好啊 那可是我們仍然要在後面 就是檢討一下 就是他們在台灣實際上面 生產跟就義會碰到一些 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後面我就跳過了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醫療人員 會以一種教育的那個角色出來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幫助移民 來生育品質優良 台灣人的實況 我現在想要那個講解的例子 這位那個生肯 他是北越的那個移民 紅氏 他有告訴我一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他其實日平寫 整個臉看得出來 就是說那個顏色比較黃 然後我也問他說 欸那你平寫的問題怎麼看啊 然後這是什麼藥 他說後來他是有事重要這樣 我就說我建議你去看看那個婦產科 你需要做一下檢查 看自己哪裡有初學的一些情形 他說不不不不 我生小孩是可以去 但是生完小孩我就不去看婦產科了 那這個會讓我很訝異 那他們到底在婦產科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在後來的 就是婦女健康的一些需求上面 繼續去請教那個婦產科醫師呢 那有一個比較大的那個問題是 性別觀念的衝突 就是他們多半也是國家裡面 女性的身體是由女性的婦產院 和醫生在照顧的 那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會看到大量的 幾乎是那個一片男醫生的那個天下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台灣的那個婦產科其實要說 很多從頭的話是那個 日本的那個婦產科醫學生的時候 才有建議的 請注意 當時候沒有任何女性可以繼續唸 那你如果要就是女生 然後要當醫生的話 可以去日本唸醫專 所以有蔡阿信 那是很少很少數的女醫生 那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面 我們台灣的婦產科 大部分都學男性的 那等到那個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有在推那個 家庭新化樂福的那個裝置等等的 還有就是當時候的婦產科很賺錢 那主要是以就是他們那個 過台我們叫燒爬樹啊 或者說裝置這個樂福的裝置等等的 就是會有他們那種外科上面的 那個很搶手的專長 那這個大部分也是男生在進行的 那有一連串這樣歷史的那個因素 導致婦產科他們遇到的是男性 可是他們要在男性做那個 他們背後身體的這樣一個檢查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害羞 那醫生呢 那他們姐這是性別嘛 他說躺下來 勾掉 快一點 我們說快一點 就可以早點結束 他完全都不知道 豬心你血淚其實多大非常非常多尷尬 然後內心衝突的一些問題 那還有一個是那個藍岳的血淚 他那時候還沒有修產 然後因為痛親的關係 其實就是大嫂就帶了到 手衣夜市旁邊的腐散科去看醫生了 可是他也看到就是看他的醫生 是來醫生的時候 整個嚇住了而且馬上往外跑 可是問題是那個他老公就罵他 他說 你我看的話我怎麼還要給你吃啊 然後台灣的那個醫生就是都是男的啊 沒有女的啊 然後那個 暴急的那個 嗯 離世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委屈 就是忍到不能再忍真的很痛的時候 才臉會親眼去看齁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 就是該怎麼樣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夫家也好 或者是說 當時候的那個 衛生所的 或者說醫院裡面的那個醫生 其實給他們的那個衝擊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其實有需要再開始調整一下這個部分 他們有這個需要啦 那當那個通醫 或者說移民的志工 到了那個我們的衛生中心 健康中心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在協助 就是有女醫師的時候 就是盡量跟他們講 然後你可以預約什麼樣的時段等等的 開始提供給他們的這個需要 那我們有看到有來自大陸的人 大陸的人其實他們也是習慣給女性 就是照顧 那可是他就會看到周遭的台灣女生 你給男醫生看好像大家也沒有什麼醫 所以他也把嘴巴閉上 可是心裡面他其實有那個需求的 他只是不敢講 那這個是首先 就是他們看醫生的行動頻道的 就是衝突啦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文化障礙 不見得就是 只是停留在性別的這個部分而已 還有一個文化的那個障礙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健保體制 我們幾乎就是比較強調有科技啊 有醫療在業 然後我們用很多的檢查 能夠讓你知道準確的那個生病的那個位置等等的 可是你知道會給那個病人時間越來越少了 大概是平均下來可能三分鐘左右 那這樣對於就是語言上不利的 還有就是是疫名的那個姊妹 很有可能就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能夠溝通說明他們的需要的那個情形 會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那個困境的事 所以我們也發現說 他們其實有需要一些這樣愛心的 然後有愛心講話速度慢一點的 能夠確認他們聽得懂的那個醫生 但我們的那個醫藥體系太麻煩了 業務也太多了 那很有可能默示這樣需要直接跳過他 就是跟婆婆啊或是他先生去溝通 這樣比較快嘛 因為總要講我們的語言 那雖然有通意在場 那通意也幫忙那個姊妹 會一直問問問他的病情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看到是那個醫生就是 就是其實到了就是會感人 那還有就是說 他們多半很希望想要知道他為什麼得這個病 然後對於病情的那個解釋 能夠告訴他一些 那大部分的醫生都沒有給適當的這個回應 甚至有一些人就說 就是我們看到醫生標的動作 我們這個問診完然後就那個 電腦就下指令了 然後要你處方箭之類就出來 然後你去什麼飲料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是這樣跟他說的 就是補課要給你 是啊你管你怎麼樣 然後是所有的那個 欣雲姐妹其實會覺得很難以 台灣的醫生怎麼是這樣講的呢 怎麼會不關我的事呢 我當然要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要吃這個藥 然後吃這個藥有什麼幫助 然後大理事會怎麼樣 不是說我拿的藥 然後你就有正常的 然後你就會幫我解決問題 就是這裡面顯然有非常多 他認為需要上方溝通清除那個地方 那有一個越南知情粉絲的同意 所以他現在在那個 世大那間內研究所很厲害 那個 他自己的那個就醫經驗 他就覺得說那個 台灣醫生是比較少講話的 也不太解釋病情的 還有他看中醫或是醫都一樣 都不知道他到底真正的病 是怎麼來的 還有到底是怎麼樣引起的 你看我剛才有強調 他都已經在我們台灣的 十大尼研究所 那個語言不是問題 他可以當過同意 那個表達也不是問題 可是他還是寧願回越南方 去看病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還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夠 從那個比較放話的那個角度 去看看移民姐妹的需要是什麼 他說克萊姆是一個醫療人類學家 他說那個心臟醫學比較關心的是說 我怎麼確定你是生存病 疾病的認識 譬如是心臟病 或是說你是手法 是那個神經內科的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治療 那可是呢 就是從外國國家出來的人 他比較希望知道 是對生病有意義的一個解釋 這個就是 對疾病來講 那個解釋的模式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必須要知道他們的心情是在這裡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要放下某種的 就是我們現在醫療比較先進啊 或者說醫學為重心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然後能夠多照顧 就是他們對於就是疾病上面 比較希望知道的那個內容 那家庭的那個部分的話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那個福嘉打他們 待機率了一些信號 因為他們對台灣不熟嘛 那剛剛他們在看醫生的時候 當然是醫生 有看過醫生的那個福嘉 他們就是來提供 就是他們初步接觸的那個資訊 那傑茨打才會是他們認識的同鄉姐妹 然後甚至他們後來擴大那個交往的群體 比如說男藥姐妹會的資訊等等 然後他們才有更多的 不同的那個資訊的一些來源 那只是說 當我們看到就是 通意陪同那個移民去看醫生 或說福嘉就是陪同那個 就是移民去看醫生 這兩者有沒有什麼差異 那我們是發現說 如果是福嘉陪同他去的話 就很有可能他的那個醫病關係上面 幾乎就走到最底了 他幾乎就沒有辦法 開口表達他的需要這樣子 那尤其有一種情形 就是如果是講國語那還通 那醫生對著他的先生如果講台語 哇 簡直是就愣在那裡 一團霧水這樣子 所以他也不知道那裡 兩者之間在溝通些什麼 那我們自己的那個身分證 會也要從頭到那裡按過中文 可是問題是 那個實際上 醫病溝通的時候 我講的是台語耶 那這個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會造成一種情形 就像那個媽媽帶小孩去看病 那小孩子是因為他會成年嗎 或小 不知道怎麼樣講自己的問題嗎 那媽媽主要照顧著嘛 那你就會覺得說 媽媽這時候好像一個代理的那個情況 幫忙跟醫生講 發現了一些狀況 可是溝義明是成人耶 那他也有吃的權利嘛 對不對 他也有表達他身體 就是狀況的一些那個 就是要求這樣子 可是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會發現 如果是由家人來當通醫的時候 會產生不讓病人回答 然後而且還會自動幫他們回答 資訊跟意見 那另外的話 有關於病人的意見 他是比較不容易被反映出來的 所以這種情況 我把他情形成是 心裡變成是被動就醫的 好 那我們是有一個那個 李承蒂醫師 他有做到一個 可以把這個改善的一個防水 他就是復幼醫院的那個外籍 專門的分辨診的主人 他是說有些時候 他會看到那個 溝義明前輩在家裡面 其實可能權力是比較低等 然後又不敢講 嘴巴很緊閉這樣 那他就會請那個 復家人先去外面等一下 然後他會請風力進來 然後協助 就是讓他表達這樣子 那通常這樣子的一些就是 醫病的那個互動也好 或者治療後面後續的那個 效果上面都是比較滿意的 好 那 既然帶出復家的話 我們就需要讓大家看看 就是復家很有可能 在醫病關係裡面有一些 嗯 出於他自己 但是不能夠為這個西醫明 就是著想的一些狀況會出現 那這個會使得西醫明 他的醫療資主權 就是逐步的喪失 那我要講一個例子 是印尼級的 就是他會應來 就是照顧的先生其實是殘障的醫生 殘障的先生這樣 那可是這個先生呢 就是並沒有做那個安全的避孕 所以連續有好幾次就讓他懷孕 那家裡面的人是搞他犯錯 不用花錢的那個年費貪戶 所以就不讓他就是去懷孕啊 然後生產 因為生產是想要做月嘛對不對 那這個一個月是誰來照顧 家裡面的大姐二姐都不願意 所以他前面有幾次是他家小孩 那後來第三次的時候 他自己很想要這個小孩了 想要當媽媽 所以他願意就是去生了小孩之後 那個可能不到三天嘛 就從醫院裡面就出來了 就是座位的時間是非常短的 然後就去照顧他的先生 那這之間就是他前面的幾次生意 其實他也想要小孩 那但是夫家就干預了 就要他落胎了 那當他的那個語言上面沒有辦法 就是戴盡他自我主張的時候 那醫生就這樣子 就是讓你這個印尼級的心理 就喪失了生育權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那個月籍的 他一樣他都是華裔的 所以他那個中文表達並不好 他是在一次討價裡面知道說 他當時候生產的時候 他的先生幫他簽了那個結紮的同意書 然後已經被結紮了 兩三年之後才發現說 居然有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想要請各位比較注意的是說 因應病溝通的那個情況都已經 就是讓新移民在一個比較底層的那個 情況了 那更何況是當他們要有落胎的手術 或者說有那個結育的那些情形 甚至有其他手術的時候 如果醫生跟護理人員 直接的跟他的私家溝通 會出現就是那個 阻害他的那個身體自主權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就是還看到說就是 大部分的那個副家 他是不願意學人 就是吸引他的語言的 我幾乎真的是很少聽到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護理人員他的語言跟文化 又不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那加上也有可能違反他的意願 那可是我們的醫生護理人員 又主要溝通的被相識附加的時候 那這下子就是父權就很容易控制 他的配偶的身體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影響他的健康權 那如果說醫療倫理上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是那個 不傷害原則的話 那我們恐怕要重新檢討 以上的那個問題來解決 就是說 他為什麼生完小孩子 就不去看婦產科了 是不是有他們文化方面 就是照顧的一個需求 然後或者說 對新移民的產檢 有沒有過度醫療化 我曾經一起跟診的是 俄羅斯的那個媽媽 但他其實有問那個醫生一個問題 俄羅斯只有三次產檢而已 為什麼台灣要十次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十次裡面有哪一些是不必要的嗎 然後這個醫生 他是有美的博士 他都可以用英語 他可能沒有問題 溝通的沒有問題 那個醫生就跟他說 你放心啊 那個台灣的醫療選手 是跟美國一樣 是跟先進國家一樣 你交給我們就沒錯了 那言下之意是什麼 俄羅斯 對 所以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沒有 對 然後那個俄羅斯的媽媽也吃海蛙 他因為會使用那個精油放鬆 可是他上網查的時候 我懂得這個精油其實會引起子宮收縮 所以他就拿來問醫生說 這個精油 你們婦傳科醫生的看法怎麼樣 我可以用嗎 然後醫生就說 知道你們傳統 你們的文化是怎麼樣 你去怎麼樣使用 然後 他的小在那裡 然後 他說 我就是需要你專業的建議啊 你怎麼又把它歸為那個事情 文化的伴奏 你們按這個學傳統就好了 還有就是 他每一次的那個檢查 因為他的指數上面 有一點特別 他主要是吃那個麵包 或是說 所以他的那個血糖是比較高的 那醫生就會看這個指數 跟我們台灣人的指數 平均來講 是偏高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做血糖的檢測 然後 要他連續的喝好幾罐 然後再來測 就是說是血糖指數比較高 因為血糖偏高的話 也有可能 肚子裡面小孩子 有呼吸上面 就是有吃息的一些危險 就是 他常常就是 會處在說 某一次檢查結束 好不容易收一口氣 可是台灣的那個 十四的產檢測 裡面又有要檢查哪一個項目 但那個項目 又會讓他發現說 他的指數又是偏高的 然後他造成的 每次要來產檢的時候 一種緊張跟焦慮 明明是十點看診 他七點半就完了 因為晚上 睡不著覺 非常擔心 那他的先生也會跟他說 啊 你要擔心啊 這樣子 他說你又不是我 我跟我的小孩子 是有connection的 我今天是希望他是健健康康的 那你們的醫生告訴我 就是我會有什麼樣的一些風險的時候 你怎麼讓我說 我就是放心交給醫生就好了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那個 一直不斷的就是惡性循環的一些地方 那也會造成說就是 就是新一名其實正直立說 我們的產檢 是不是對他過度的醫療化 他們自己聯繫國家裡面的那個 那個產檢大概只有一到兩次而已 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他控制的實實的 然後每一次都不要就是 走過我們的眼睛 還有就是說很多危險的檢查 比如說陽火川市的那個檢查 沒有任何解釋 就跟你說 你這個指數越高怎麼樣 等一下要做這個 然後要限定這樣子 好 跟我們台灣人 要做陽火川市的那個 整套的那個規模是不一樣的 我們再融走的話 就是還要看video 讓你很清楚 你知道陽火川市 會有一些什麼樣的風險 包括會流產等等的 那我訪問過的越南籍的那個姐妹 她是沒有sense的 不知道 她先生也不知道 然後醫生怎麼講的 你又怎麼做啊 這事實是剛才講到的 過分是服從得出來了 好 那她的先生是高中的層次人 那我們也發現在 就是出家介入的情況下面 有可能會讓他們的身體自主權 身體自主權裡面 會有喪失的一些可能 好 那後面 對 後面我大概就是很希望的是說 我們能夠清楚的知道說 國家的權利 透過醫學的論述 還有就是說 我們非常善意的那個社會福利 很有可能就是 會反而成為一個壓迫西移民的機制 然後在這裡面就是讓西移民 就是沒有辦法 充分的發言 還有主動的參與這個醫療過程 然後就是 醫療自主權可能會受的 那既然知道就是有一個歷史的一個過程 或者說有一個契機 那是不是我們就 往那個正確的道路去建立一個 比較 對我們雙方來講 同基學習 然後又能夠照顧到 隱密姐妹的一些地方 那大致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顏恩教授 給我們帶來的分享 那我想做一個小小總結啦 就是其實這裡面 給大家看到有一些是 就業醫療環境上面的歧視 然後它有一些是很複雀的 有很大一塊是把新移民就是 變成你就是生產工具 所以我討論的健康的議題 都是在生育生產 那新移民有沒有其他的健康的問題 是需要很關心的呢 那我覺得我這邊先不用種族來看的話 我如果用性別 光性別來看的話 我剛好查到一些數據嘛 就是說女性的過勞 比男性嚴重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現在講的只是性別喔 台灣這邊 婦全基金會在100年 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無仇家庭照顧者 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成都是女性 那這些女性呢 她白天25歲到44歲 這個年齡段的女性 勞動殘餘率是75% 什麼意思 大部分都有工作 回家了 啊對不起 家務分工性也很平的 我還要再做家事 所以平均下一天 她勞動時間大概19小時 比男性還要多注意到3小時 那這一群女人 慢慢慢慢的 她好累好疲累 容易怎麼樣 女性精神疾病的這個 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 是比男性高的 然後她也很容易附發 像憂鬱症啊等等 她使用抗威藥 女性都比男性多 那這個部分的問題 有沒有要 政府有沒有要在意 這個東西也有根基於父權的 這個東西還有根基於 國家如果永遠都只看生殖 健康相關 那無略自己的精神健康呢 那還有一個是 長照這件事情 女性的平均的壽命是81 我看一下有主要 81.9歲 男性是75.6歲 但是女性因為很勞累嘛對不對 我們的失能的年數 就當我們老的失能 就要來照顧的時候 男性是大概6年會失能6年 可是女性是失能7.5年 這什麼意思 大家都性老了 當女性老了 我們是不是也很需要 有這個長照的機制要進來 不能只靠 因為我家如果身定位不高 我拿來的錢 可以享受什麼 居家照顧著那種很高昂的服務怎麼辦 那有沒有人在意 就是她老了 這群女人老了怎麼辦 跟當她還年輕的時候 25到44歲的時候 她很疲勞 她是所有年齡層跟性別的疲勞之館 她如果要照顧小孩 照顧公公婆婆婆 出去工作回家還要煮飯跟做家事 這樣子的生命樣態 她享受傳奇服務 有出過嗎 居家路有傳奇服務 她的申請率是超低的 低於男性去申請這個傳奇服務 所以有沒有人要在乎 好 那另外一個我想談的是 如果我們回到種族這個概念來看的是 種族歧視 剛才老師已經指出了 廖本天的啦 謝長平的啦 還有張曉峰的啊等等 那我們是覺得 如果社會普遍的輿論 為什麼我們有人口素質的焦慮 所以我們選出來的名義代表 還有國家官員要持續政策 通通都是人口素質的焦慮 那你在公衛防疫上面的政策 可能支援挫折 你可能在優生學相關的政策上面 也會支援挫折 怎麼說呢 譬如說台灣的西部的農田 有很多的你知道 電鍍廠啊 煉鋼廠啊 還有什麼文化爐焚燒 我們的爐災也有170噸 裡面青稻 煙埋一大堆日月光有沒有 排放一堆污水 那會導致我們西半部的農田發生什麼事 很多重金屬殘留 所以當天晚上說到 你知道月戰的時候啊 那有代澳性 你知道存在越南婦女身上 對不起 我不會單挑種族來說 越南怎麼樣 我要看全台灣 尤其西部都在吃西部農產品的人 全部都抓在檢查下 如果你真的是在意就是這個 公衛你知道嗎 我這裡優生學你知道嗎 那你怎麼會單挑一個種族 你不要看看你台灣的事情嗎 根據這個農 行政院的藥物毒物實驗 這個農委會有在做啊 2014年的時候還發現有16個地區 重金屬超標啊 4.49公頃是含個 那我們的農地含個 有大歐辛鴨事件 有毒米事件 彰化而美 還有高雄一大堆 所以我們不能只聚焦在某個種族 然後有一個好大的這個人頭焦慮 那結果忽略了很多真正的 優生學的真正應該怎麼走向 另外一個是防疫 國外防疫 就是在艾滋病的話 114年疾管局其實有一個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幾乎辦法 這不在說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如果台灣人啊 我們有台灣國籍 或是台灣人身陣 我們如果得了艾滋病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去申請 全國醫療服務卡 這全國醫療服務卡認定說 會給你某些抗艾滋的藥物有健保 很清楚 某些藥物負擔不會很久 那外交配偶對不起 你如果是因為配偶傳染給你 或者是醫療照護過程當中 你被傳染到艾滋病 你必須要等兩年 不知道為什麼啊 要等兩年才能領健保不足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空窗兩年 這只當然想了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錢要先放在我身分證的台灣國民身上 外交配偶還沒有拿到身分證之前 他不是台灣人 他只是壞人 他忘記我們是台灣家人的一部分 台灣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你如果要不要空窗兩年 那個是不是防疫的漏洞 是不是 所以你防疫的那個想像到底是 關他 還有一個外國的錢 又剩一點 這裡面還排除一種人 離婚跟上老公外配 我老公過世了 那不是國害王 我老公過世了 我不是外籍配偶 我就變外國人 可是我跟孩子 我跟工作 我跟家人在台灣 還有 可是政府把我當外國人 所以我也不會有什麼 全國醫療的負償 哪來 因為我都自然可以享受 台灣的社會福利的很多的網 安全網的機制 是排除沒有身分證的外籍配偶 還有家暴而離婚失問的外籍配偶 他有小孩監護權 他可以待在台灣 對不起 政府還不當外國人 你沒有什麼紅燕金啦 紅燕金把他排除你 然後還有那個特殊經營家庭的那種條款 都排除你 然後還有社會救助法 裡面要援助的東西 全部排除你 即使你是一個擔心的 失問媽媽 或少偶的一個外籍配偶 住在台灣養養孩子 對不起 我排除你 所以如果政府是一直用個 人果素質的焦慮啊 我要用身份 都著重他的生殖健康 你整個政策的這個制定 有很大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是 性別意識的那種不平等 我覺得這應該是你 我要做 今天在座每月 大家都要做 你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重男輕女的 你有有沒有聽過阿公阿媽 有重男輕女 你有有沒有聽過親戚 要娶就是外籍配偶的 他們有沒有在重男輕女 為什麼 剛才老師的簡報當中 很清楚說明到 這個新移民婦女 她的性別科百度像實在 她必須要為人妻 為人母為人喜 都要好棒棒 表現得模範 所以她要乖順 她在家裡的發言權 跟地位是低的 為什麼 性別很平等啊 那為什麼就是 出外工作 繳稅給政府 幫你生孩子 還要生到男的 然後要照顧夫婦 還要養家 結果你還要不要當外人 結果我還沒有發言權 對所以我覺得 正是外女朋友在台灣的貢獻 以及從你做 其實可以破除那種性別科百度 你生孩子不要生到男的 或者是說 家事都是女人在做 那其實我們 反正女性不這樣啊 因為家務分工的 性別的這個不平等 於是全國都養 不分 我們女生就是男朋友 往往都是我們去住國家 我是男生去住到娘家 然後再來一個是職場啊 同工不同酬 這也是一個性別平等 那工作 薪水轉比較少 回到家說都有壓破 政府又全部給我檢查檢查 身體檢查 然後人口素質教育 被證實 這不是很辛苦嗎 讓她落實再落實 那當然我們是呼籲說 政府的在統計啊 還有性別人靈感度的這個培訓上面 都不管是對醫生 還對通醫 還對靈敏家庭 都不能死獨中 在生死健康 那尤其是我覺得 醫療通醫可能也要制度化一點 因為沒有法源啦 沒有基礎 沒有預算的 只能看這家醫院 是不是可以擠出錢 或者是自家醫院 不會剝削更多的志工 來當免費的 然後翻譯 任務專業 醫療 翻譯可不可以專業化 制度化 有足夠的預算來編列 然後讓這一群人 也有很好的保護條件嗎 醫療通醫變成專業 我也有很好的保護條件 然後我就可以幫助這些外國人 這不是不好嗎 可是現在沒有這一塊 沒有 所以是不是可以倡議這一塊 那還有就是 政府統計跟研究 一定要同做 絕對可能只有生死的健康好 以上我們要不要歡迎同學 還有就是所有的參與總 大家來提問一下 可以問我 或者是跟我們分享 或跟問老師 剛才講話提問 好不好 你說 賣客公司要先說 還是你夠大聲 就喊出來是誰 其實剛剛講性別的時候 第一個老師 你在講說姐妹們的時候 就很清楚兄弟在喊出來 對啊 沒有 因為我正在想說 像我家附近那個華通 電子場 它裡面有非常龐大數的移工 男性 我想說其實他在醫療體系 怎麼去找不到他們那裡 不知道老師怎麼觀察 因為我不知道 可是我有看過 就是移工在那邊 吸一牆一腳 早上 中午 那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一個是 老師剛剛整個論述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在想 正眼 就是可能就是 在佐證方面 我想知道說 就是像你們醫生 其實是比較同情 或是對於這個運動 其實有 會想要幫助 或是他可以 用他自己的經驗來說 他譬如說 在醫療行為過程中 他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然後不只是 我今天有一個 就是一個患者 這邊的發言 然後醫生如果他眼 發言的話 那我相信對此 可能會比較清楚 大概這樣 你是祈達嗎 謝謝 好 這個 我們看到那個 我們的經營健康政策 很遺憾 就是他把移工的 那個移工都花掉了 可是 加拿大 他們的提供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是可以申請 就是居留 所以你可以 成為一個加拿大的公司 所以當他們在做移民健康的時候 加拿大 是通通包含進來的 那 剛才的主題 已經很多 講到就是 我們這個 住院健康政策的 一些盲點 那 我們自己的另外一個盲點就是 我們忽略了 十多萬的這些移工 那他們 六十萬 六十萬 那他們的那個 性別上面 男性居多嘛 對不對 那我們會看到 比較大的需求 是在急診的部分 因為他的那個 職業傷害 從事而為減性的 多大部分 是我們台灣人 比較不願意做的 那 很多就是 他們現在已經 臺灣 複組就會幫他辦 那個健保卡 可是在急診的時候 他們很可能會說 複組就是 他們所需要 或者他們除了外商之外 其他的一些複組 那 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 或是也需要專業的那個 提搖通例的介入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 我們就是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政策上面 他的建議的時候 會很需要政府重新 再整理下他自己的這個 政策的問題嗎 那你剛才講到那個 就是醫生對於 就是對性別溝通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不會 會不會想把他們的一些問題 反映出來 或者說有沒有一些 理解同情 或者說 一些什麼樣的做法出來 我曾經在那個 就是三種那邊 也講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 剛開始我們 因為面對的是那個 癌症的 腫瘤科的醫生在講這個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講這個 跟我們腫瘤科醫生 有什麼關係 就是 你都沒有 這個時候整個都沒有癌大癌症 自食浪漫 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不同家的一個醫院的醫生 他都會說 欸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是在變家 比如說他是在原地 他會說 我也不知道那個 異病溝通的問題 我那邊很需要 就是找姐妹 來幫忙做這樣一個反應 那這樣對於就是 比如說 我們很快能夠知道 他的那個 生病的一些狀況的情形 其實是節省很多時間的 那有些人是 呃 實際表達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不應該只是在台北市啊 高中市在做 就是很多的偏鄉 其實更是那個心意靈在的地方 那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 那我在台北這樣的醫生中心所看到是 醫生他們給我的那種反應是 哦 我對病人只有一視同仁啊 我對他們都是給他們最好的醫療啊 那問題是 不是這樣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知道 你現在的病人是吸引你 如果 或是給你看身分證 因為身分證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外資 如果那個什麼 我讓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知道你現在服務的是吸引 我不知道 那可見這就是一個問題了嘛 你也許會因為他們 目前我們台灣的關係 就是會要跟他們會講中文 可是這樣會變得說 我們醫生會有辦法辨識 所以他是心意靈 他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推薦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說就是 各位應該多少少對這個議題 是有興趣的 而且工作上面 或是未來的那個 可以一起做這樣的一個努力啦 好不好 好 我分享一下我先進來 做這個進步中心講得不多 其實講得不多 我發現很多很多的 因為說關於醫療的部分的問題 非常非常嚴重 首先是 我看到很多的家庭 其實家庭的部分 就是幫忙工作 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很類似的現象 就是出來 被救出來 可能被打 這些心臟都被救出來 他們這些眼睛很麻煩 所以出來的時候來到醫療 就是害怕 都怪人講話 都怪人講話 都怪人昌白 有的都特別瘦 有的都特別瘦 有的真的特別瘦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很多人因為缺乏睡眠 要照顧我媽媽 晚上照顧人 老年人常常不太睡的 我常常到處跑 或者是在獲勝中動油 人家可以跑 會讓他去世 就是他有責任嗎 那白天呢 白天當然不肯離睡啊 哪一家部署會真的那麼好 讓家人家有罐的話 那你不睡呢 有少數有 這多罐還是要做很多假事 而且家人白天都在 都醒著 哪裏敢睡 那裏沒有辦法睡 整天都睡不好 所以大 極大比例的家庭 家庭的人工 都會睡不好 然後會頭痛 然後失眠 然後出來的樣子 我剛剛說出來的樣子 還有一種 就是拿臉痘痘的 我常常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些長得蠻漂亮的小女生 怎麼蠻領痘痘啊 都這麼緊張 對 一定跟壓力啊 真的有關係 對 然後會跟說 欸這件好 就是來我們秘書中心 會一直走 就這件好 顯然又不是他天生就是很難 就是這個樣子 一定就是你死定出來的 還有什麼 我們這兩年碰到好幾位 或者是我們親戶的朋友 很好幾位長大流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麼多人長大流啊 我們去年有一位病人 由我們的醫院房客 長得特別大門 反正都不知道 然後完全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他 他已經在我們這邊 住了一陣子 然後有一次他去醫院看一個朋友 看一個突然揮導 然後出現裏邊寫的症狀 那時候以前從來沒有這樣 之後一檢查發現 他有一個五公分直徑的腦子 超大的課 後來就做了手術 快拿掉了 後來還好 就是還算心理 他沒有碰到進去 那邊的症狀 反正如果中間有一個 好像類似奇跡管這樣 如果碰到那個地方 他會很危險 還好就是太便便了 可是類似這樣好幾個 還有其他人也長長的 還有我們那四個人 另一位朋友 他長得好多症狀 怎麼這麼多症狀 這是我跟他的工作壓力 這個是不是有關係呢 我猜想或許有一點關係 然後很多的 還有很大的問題 剛剛你已經說那個 或許我問了這個 公司這個外科的急診 是規定了 其實我們會有的 他們通通會有 平常不敢看 沒有時間看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看 來的時候過一站 很多人就會開始 什麼病都晃出來 或者本來不敢東東講 後來聽到有人講 他們有想要看一站 就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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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跑出來 前這一則我突然 一大串人都要看牙齒 好多人牙齒痛 這邊痛那邊痛 然後有好多觸牙 或者是要抽成精 可是馬上問題來了 我們看過牙了 我們臺灣應該都很知道那個代表是什麼 我說臺灣的牙齦 比如說牙齒是一個事情 很多牙齦就會傾向要幫你抽錢 你抽了之後要幹嘛 要做牙套 然後他都賺牙套的錢 那我都會 所以他們看了錢就不敢看了 然後他們又 因為他們連每一次150的報費 他們都覺得貴 特別是在庇護中心期間不能工作 沒有收入 這樣一兩百塊一兩百塊 第二百塊都在說都是一筆不曉的錢 所以他們看了幾次之後就怕了 就不敢看了 所以醫療的花費這樣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經濟負擔的 在庇護當中 其實是很矛盾的 動作當中很難去看醫生 那庇護當中可以有自由看 因為沒有錢比較不敢看 那還有 我們也常常遇到被打的 被打傷的這個義工 然後我跟上次碰到一個 他被他家裡那個阿嬤 突然拿棍子通常打下去 一抬頭打個棍 然後打到額頭這邊然後還有鼻涼 所以這兩個就有血 那也比眼睛很近 我覺得還好 是因為他被把眼睛打 搞不好眼睛瞎了 然後那天他跑 他就立刻衝出去 然後有鄰居看到他 幫他開打罵 幫他報警 然後請他有帶他去戀傷 這些標準都有做 可是有一個沒有做 什麼呢 他來的時候 我們多問了他一下 後來來的時候過一下 他說他頭昏 我想這不得了 然後我問他說 你剛剛去驗傷的時候 有沒有講到你頭昏 他說沒有 所以很明顯的 他有警察有帶他去醫院 可是我想郭忠一定是有問題的 一定沒有問他說 你除了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醫生也沒有敏感到 他的棍子打到頭上 頭上都流血了 他也沒有敏感到說 你頭會痛 不跟昏 不跟昏 對 其實就有老重量現象了 我們第二次帶他去看急診 那一聽就知道有重量現象 而且他是不是 眼睛是真的有點模糊 所以就是除了外傷之外 他的頭或許有一點稍微震盪 然後眼是暫時受到的影響 還好不想 所以這些東西在當下都沒有問出來 都沒有人問他 可是很嚴重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問題 皮膚癢癢 皮膚或者是哪裡哪裡痛 根本不知道怎麼看 我突然不知道是太嚴重的問題 我根本不知道 如果沒有我們還台灣的帶 他們該怎麼看病 我再想一想 對啊 後來經過一兩次帶他們 我突然發現 在會台 大部分會台的這個 不管是護理師還是會台人員 多半是不太會講什麼的 可能也跟醫療的這個 這個接續有關 很容易理解 他們可能是不專 或是不專畢業的人 他們的英文不好 比較更為不好 那如果他們能夠有幸 經過這一關 到了診間裡面 醫生 台灣醫生都是用英文寫 接著診斷書 所以醫生一定可以講基本的英文 不一定好 多半比較可以多懂 比較可以聽得懂 可是他們怎麼進場的那一關 然後連第一關 我們到任何醫院第一關要幹嘛 寫出診單 怎麼寫哪一家出診單有英文 或者是外文 沒有啊 出診單完全都是中文的 也沒有人帶下去 怎麼幫他寫 然後這樣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壞人想想 天啊 如果沒有人帶 真的不知道怎麼看 我才了解 為什麼 這麼多的中間 例如說 中間很喜歡自誇 說 我每天啊 我都要帶外老去看醫生啊 我才會想 你為什麼要那麼 外老人不能自己看嗎 換一小小 快真男自己看 真男自己看 我們 我們的醫院 基本上是全中文的環境 雖然有時候有些英文的進入 可是 你要對話 你要寫東西 都是中文的 你對一個不懂中文的來講 你怎麼進入 你會不是白皮膚的一個美國人 他可能 不以人 不以医療的人 可能會很願意幫你服務 你是有皮膚黑的外老 他們會這麼願意幫你服務嗎 不一定 再來一個嚴重問題是 在工作期間 他們很多的證件 被付出的中間口流 這個身份證 不是什麼 護照去留證 可能都在付出那邊 有時候甚至連劍毛卡 都在付出那邊 那你到了醫院 至少第一次 他一定會要雙證件 你都沒有 你怎麼掛號 你掛號不掛不了 我們之前 到其中一位 這個 有打傷的 就是這樣子 到了醫院 什麼證都沒有 他怎麼辦 只好先給全額 他連沒有任何的證件 醫生都第一次掛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怎麼連什麼 總共有什麼證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 台灣的外系老公就是這樣 就是查出什麼證都沒有 他如果包裝出來 可能真的什麼證都沒有 這是台灣的 那個醫工票很嚴重的事 我 因為我的 我們的 印度中心是 以菲律賓老公為主 我碰到了 還是 多半至少會講一點 英文的菲律賓老公 如果菲律賓以外呢 印尼的、越南的、泰國的 通常是講不出什麼英文的 他們的英文肯定 也會變更差 那怎麼辦 那更恐怖啊 我們台灣有60萬的外系老公 可是我們的醫療完全沒有想耶 想都沒有想 而且他們每個月都在付健保費 家庭工以外都在付老保費 偷這麼多的錢 我們卻一點光不幫他們想 翻譯問題 這是文化的十條問題 怎麼讓他們看懂 怎麼要聽懂 讓他們跟一些事情溝通 完全不想結婚了 更多的 有一個技術出現用 比方說 他如何能夠跟僱主請個嫁出來看醫生 他如果跟僱主講說 對不起 我醫生說我還要再看 或者是他們已經想不舒服了 他要 對 他要怎麼樣跟醫生要求 開一張診斷證明 來跟僱主請假 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我們來 對我們來說盡了一舉 我們就說請醫生開到那個診斷證明 我來幫他請 這個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完全不知道 這怎麼辦 所以這個動作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才台灣的醫療 對於這麼大人口的移工 完全沒有想到自己 其實是很可怕的 謝謝 謝謝 這些都是影韻的問題 那我想那個醫療公益 能夠就是更全面的 就是在他們需要的各科 都能夠出現 是越來越有多的需求 那另外的話 我是看到就是 很多的姐妹 其實醫工他們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 當他們碰到那個就是 與溝通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打電話給那個大哥大的業者 就是這裡面的業者裡面有外語的人員 就是能夠說他們自己 就有家裡面的 然後他馬上就是用電話反應 就是你跟我的醫生講 我什麼可能什麼樣的狀況 我現在就可能生什麼樣的病 然後這個手機就打電話 然後就開始對話了 那這樣的那個狀況在國外其實也有 就是說 它可以變成是一個付費的生活 多餘付 嘿 那只要你醫生有需要 你就是打電話到那個中心 說我現在病人是來自你哪裡哪裡哪裡的 那你那邊有沒有這樣的人員可以提供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彈性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其實是可以就是 精神的幫助理工 就是在他需要的時候 就是做的上面 或者說甚至他做的程序裡面 會碰到那個關卡 其實是可以很快就是能夠打掉的 只不過我們也沒有想要做而已 那你剛才講到就是說 你服務的主局 你服務的主要是對疫情 那其他情能就怎麼辦呢 我還是會很希望就是 將來他們已經來到我們 就是土地上面 那很多移民的那個姐妹 努力他們 就是繼續的往上去 甚至出學醫啊 有那個學生後醫學啊 或者說護理啊 或者怎樣的一種可能 就是將來他可以 只為我們這一塊土地上面 可以照顧他的自己 就是姐妹的人 我覺得國家一定要站出來負責任啦 有一些 因為很多新移民可以學醫 然後出師可能會有點久 對服務 我覺得這一定是可以做的啊 為什麼會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 新移民在台灣的貢獻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移工在台灣的貢獻 到底我們的政府 跟我們的民眾可不可以承認 你知道政府使用60萬的這個移工 省多少錢嗎 財政上 我們不用付那種失業基礎還是什麼 Lennart是不是 失業基礎 國家其實省錢 用了很多外島 其實國家省非常非常的多錢 然後當然更不用提雇主 家事工的雇主可以用比較低廉價格 不用請本堡 你知道本國的居家公園 總之呢 我們的建設大家都知道 靠移工 所以說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出口 不然我們會靠移工 然後移工不停的獎錢 交服務費給台灣的中介 然後繳錢給我們的國家 然後雇主也要繳一筆 就要按經濟給國家 國家收了這麼多錢 我們民眾享受了移工 帶來的大量的貢獻 然後我們咧 什麼都不做 多餘服務真的難嗎 現在不是一個高科技的世界 有Sky有什麼 你知道打工電話師還可以免費啊 不一定要多電話免費 只要服務使用服務費嘛 電話費的話 不一定要付費 太多想法跟創意 為什麼沒有人做 因為我們不把他當人 我們不覺得他是一個 我們應該要一起認為 給他權利的人 因為他明明對我們做了這麼多的忽視 沒有想過政府歧視台外 所以我覺得無恥 就是無恥嘛 政府兩次就無恥啊 沒有別人可說 因為明明就是你可以做 拿很多錢 那個移民 剛剛我也講 他承載的勞動力 多大一塊市場 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人口結構 道清自大 沒有新移民的話 我們未來的出生率 沒有下一代 沒有青壯年人口 人口推進 我不知道是 民國140年來多少年 我們是45%以上 是65歲以上 很可怕 所以我們已經面對那樣子的社會來臨 但我們怎麼看待我們的心靈 還有那60萬的移工 我覺得是今天在座大家都可以 就是好好思考的 以及督促政府 我真的覺得 哲伍是不是應該要專題開一個 移工的健康權 對不對 請勞動部有沒有 在勞動部衛福部 那個人可以一起來對談一下 你知道這樣我們來面對 好 那那個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下面有沒有 伙伴要發問 欸 請請請 都可以 不好意思 呃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想先請問 嚴老師 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 否認 你所講的這些問題 我會承認我們的文化有非常非常多的歧視 跟不太正確的地方 但是聽完你的演講之後 我非常疑惑的是說 在一個人與人的之間的相處 或者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相處當中 衝突或者是錯誤 永遠都只有單方向的嗎 比方說 以你在今天所提的例子當中 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是說 你提到說 Tomiya那兩個女性 因為她的傳統文化目前 還是不能夠接受 由異性的醫生來進行診療 可是我想至少在西方國家或是台灣 我們至少都會認為說 普遍上而言 普遍上而言 特殊情況 除外 普遍上而言 醫生是沒有性別的 病人也是沒有性別的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我們舉一個基 目前她人 絕對大部分都會沒辦法接受 一個伊斯蘭律法的case 在非常期待的伊斯蘭律法國家 如果這位女性她受傷了 甚至她已經被子彈打到心臟了 在沒有父權的 在沒有男性的陪同 或者是她的父母哥哥 任何的男性家族 允許的情況之下 她甚至不可以被拿 拿開衣服做觀看傷口 她就必須讓她流到死 這個在他們的國家 跟文化的地方都完全是允許的 可是這我們會非常理所當然說 政治包含楊嬌姐的 你可能自己 以女性主義的立場 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那為什麼 在台灣我們就會覺得 尤其是老師路我面無界 你的想法錯誤的話 你剛剛報告 你也是傾向說 我們這樣做是不體貼的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例子 是不是好像就 感覺讓人家覺得怪怪的 那好 把我這個問題更 再往上八一的程式講一說 那如果今天相處當中 真的有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該怎麼樣去 不要講好 甚至可以講 就是假設真的有好壞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 那不同的文化或者是新的移民 讓他們能夠接受說 這個東西是他們必須改變 而不是說 我們好像完全 整個台灣人 或台灣的社會 已經自我檢討到說 不是站在一個比較公平的 或者是 總結人家要來看問題 因為就是整場演講過都說 自己是錯的話 是不是可以尋求一個 比較平衡的報導 或者是更沒有自我審查的一個 更重性的一個看法 那我要更請比較長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想請問的是 梁小姐是說 我先問一個 好 劉瑩你快點一次 請 我還是先回答好了 好 好 好 如果我的那個 就是 比如說 鐵眼的報告的內容 讓你覺得說 我好像是在發現 同命人的那個角度 或者說 移民的那個角度 反映出他們在這邊 等於說 就是 他們所受到的那個 醫療提醒 有問題的那個地方的話 我想可能跟我當初想要 以一種錄影的那個方式 觀看那個 醫病溝通的樣子 然後同時可以分析 就是跟我原先的那個設計 沒有辦法在現行的 醫療體系裡面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沒有關係 所以很自然的就是 就是我剛才有講 就是我是以陪伴新移民 去就醫的那個角度 看到他們在就是 醫療遭遇上面發生的那個問題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 通醫這個角色 他雖然說在執行 就是政府的那個政策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兩面性 就是他自己很認同 他自己是新移民的族群 所以在某一些部分的話 會對於新移民 在病人權益上面 應有的那個地方 他也會多方的去爭取 那很可能就是 你會有那樣的印象說 欸你怎麼好像都三方面 從病人的角度 醫療遭遇您的角度 在指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還是要先澄清一下 就是說你剛才說 就是這個性別觀念 那個衝突上面 就是有一些醫生 就是他特別知道 他那個緊急的那個狀況下面 的時候 其實性別不應該這麼重要 要考慮 也許是救命救人 是更重要的 還有就是說 因為有講到說 裏面來講的話 病人不應該有性別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請求狀況 病人的那個性別其實 有可能我們要放棄一次 或者說醫生 其實他心中也沒有性別這樣子 那我的那個就是 演講的內容 我其實是嘗試的想要說 當我們發現某一些文化觀念的 衝突的時候 我們很需要從彼此的 就是互動 甚至是歷史的經驗 還有就是 我們在互動過後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情感上面的 心靈上面一些衝擊 我們需要去清理 就是這到底東西 什麼樣子發生的 然後有沒有那個可能 就是在彼此比較深度理解的 那個基礎上面 透過這一層的一些了解 然後慢慢的釋放 就是 也許剛開始會覺得歧視的那個受傷 或者說 也許醫生本來也沒有這樣一些用意 等等 然後慢慢的 新一名姐妹也能夠去理解說 我們過去的神秘醫學 是怎麼樣訓練醫生的 那 因為特殊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就是 男生的醫生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 當初他們其實沒有機會 從夫家那邊 或是從 醫生那邊 或是醫療機構裡面獲得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理解或解釋 也許我們有那個機會 像 如果 拿到檢面會的主持 或者說有機會接觸到 移民的那個群體上面 我們能夠設法去讓他們了解這些部分 做一個就是雙方面 化文化醫療衝突的時候 能夠去化解的一個契機 我並沒有說就是說 一定都是 我們要要求醫生感 這樣子 你現在能夠理解我一次嗎 我認為深刻的那個理解 特別是 就是不同的歷史發展的那個經驗 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清潔觀念 或是文化觀念的那個衝突 有機會可以打開 然後對話 然後甚至 我們一起看看 可以怎麼樣做會更好 那現在很多的那個姐妹 其實他們是可以接受男性的醫生 只是說他們來到台灣 就是剛開始第一次要接觸那個身體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不習慣的 那他們那個時候的一個 比如說需要過度的那個狀況下面 如果我們有女性的照顧的人 甚至是日語故事等等的 做初期的這一部分的那個接觸 他們其實心裡面 所面臨的那個衝擊是會好很多 這樣可以嗎 好 因為想我回 稍後我回應一下 在座的女性 我們來做一個統計 我們台灣人 如果同一個時段 假設你有副科疾病 同一個時段你要去掛 男生跟女醫生都可以掛 好 你會掛男醫生的舉手 女性 拜託舉手 你會掛男醫生的舉手 好 你會掛女醫生的舉手 好 方向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不要回答 你就是說 理想上醫生沒有性別的 可是現實上是說 我作為一個台灣女性 我也不是越南人 但是就是我也不太喜歡就是掛男醫生 然後就是嘴開開要嘴前進來 就是我自己也有 但是台灣的女性的病患這麼多 一定有人是OK 我內診這樣OK 但有一些女生也覺得 內診量不OK 那針對不OK這群病人 我們要怎麼樣 讓他可以更勇敢 或是比較性別的 關於醫療的這個性別的意思 可以稍微更理性和觀點 我覺得自己都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東西絕對也是雙強 就醫生要做一些努力啊 可能敏感部的調整啊 或者是他內診的時候要有女護士 女護理室在場啊等等 我覺得這次雙方都共同努力調整 應該不是說某一方 醫生你太快了啦 你要完全符合他們這種 你知道很避暑不敢開口的這種 應該也不是喔 我覺得應該是雙方啦 因為包含台灣自己女性也有 就是我們想要給女醫生看 我想給男醫生看 我想給男醫生看 等這種性別的狀態啊 所以我覺得 雖然越南女性 我相信也有女性也OK 壓嘴請進來OK的那一種 但是有一些也不OK 所以我不用光用國籍跟文化來看 因為就算討論國籍 討論文化 上面每一個人的個體的意識性還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先用種族或是某個文化跟文化 就你知道兩個黑白分的這樣的發展 我覺得雙向衛教的主題 有性別的這種比較客觀的 靈性的這種 異病關係的這個發展 我覺得是雙方這樣 我覺得應該也不是說 都是醫生你對 醫生就要介紹他 我整個那個演講的那個主題 其實是增加各位的那個文化敏感度 就是當他們有一些狀況出來的時候 你會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會知道我可以怎麼樣去協助 怎麼樣有效去幫助他們 那我已經剛才講到的其實 就是其實是我 調查台灣人也是一樣 調查台灣人也是一樣 調查台灣是一半以上的人 也是請上去找女醫師 就是實際上的那個報告也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只是說 能不能就是當病人有這些需求 或者說吸引你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的醫療體系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能夠回應得了那些問題 那有些時候他們常常在我們的 醫療體系裡面提出的時候 不是不回答他的問題的 或者說那個是問題嗎 然後根本不看的 那我們只是希望說 假如我們想要銜接他們的健康不平等 或者說那個醫療體質 跟我們國人的差異的話 我們有必要去努力看看 雙方啊 看看跟他身舉手 我個人是比較樂觀 因為我們的醫院 醫院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非常多事情 只是有人不知道利用或參加 當然我現在提三個案例 就是說只要公公婆婆 對這個外籍洗物不珍惜 不讓他去學習的話 這個家庭命運不會好 甚至洗物都是離婚 而且他們離婚之後 在油壓按摩 甚至在萬華都生活得非常愉快 月入十萬 所以沒辦法 因為他們來到醫鄉被剝削 被不尊重 所以他們不得不走入類似 辦社群行業 月入十萬 我覺得現在蠻多 然後再來第二回就是說 雇主如果不尊重這個外老的話 因為我中國管理人 看到雇主如何剝削這個外老 甚至不給他看醫生或是給他吃飯 他表示我覺得這個家庭再怎麼富有 他這個家庭到最後也是蠻悲強的 因為他請外老是不順利 一換再換 大陸的換到外老 印尼的印尼換到輝林明的 所以說我每天在觀看他 一個雇主碩士畢業 一年換了五六個外老 我覺得是雇主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雇主是不幸的 因為他不會愛惜外老 再來就是說醫生 醫生如果說不會尊重這個外籍移民 或外籍媽媽這個醫生 他的家庭也是不幸的 不騙你 因為我們自己就經常碰到 醫生不告訴你答案 醫生不告訴你所以你結果 只是說繼續吃藥 繼續吃藥甚至一輩子吃藥 這種醫生到最後非常痛苦的醫生 所以說我經常說 為什麼醫生很多會被告 醫生很多會 醫生疑問率也很高 最近醫生的問題很多 就是他們本身不善於溝通 所以說醫生不善於溝通 不是好醫生 但是確實台灣很多都是因為高學歷 高分戶進去的 真的是不善於溝通 只會讀書不善於溝通 而且唯我獨尊 導致說醫生被打 我覺得這不是意外 謝謝 我可以問問 就是 我當初問一個很簡單的問 就是說 移工現在的 或者是移民 新移民 他們在台灣的比例日益增加嗎 日益增加 然後我每季投除了中配之外 再來應該就是 比較多信仰穆斯林的印尼籍對不對 那既然 既然就是一個比例已經佔了 日益增加 那為什麼 不考慮說 不只是協會的方式 而是成立政黨 例如回教黨之類的 利用 你叫我嗎 不是不是 我很認真 利用回教黨之類的 然後可能 美洲阿拉伯瑜必修 這種政見推廣嗎 我先問一下 呃 大部分的移民女性是越南籍 好 那移工的話 女性很多是 布斯林回教 呃 布斯林逸你來 是有人數比較多 可是移工他去國外工作 然後要他組織自己 然後成立政黨 你說移民嗎 你說移民嗎 對啊 新移民 對啊 現在我要回答嗎 OK 新移民他要投入 可以緩解自己 這件事情有很多的門檻 首先 呃 他拿到身分證要等十年 他才可以進展公子 但我覺得這已經太不換了 沒有人想要進展公子 就是我每天出去上班 然後養小孩 然後招呼公婆 然後寄錢回家 然後繳催個政府 巴拉巴拉 我要做那麼多事情 我怎麼會想到要走上街頭 呃 姐妹會都已經很做不下去 因為 願意做組織工作的人很少 因為大家過得 欸還不錯 問你自己 你為什麼不想要組一個政黨 你為什麼不想要成立一個政黨 因為可能你的家庭也沒有 隨便就是說 哎呀小孩呀 這個社會是在台北平 沒有 我們要政治自己的權益 現在你知道 新移民主啊 我們新年應該要組織一個政黨 很難我跟你講 有各種考量嘛 你是不是要出去工作 養活自己 經濟壓力 然後你覺得 可能一政黨呢 要號召讓很多群眾 可以就是跟你走在一起 這不是有超多種各種門檻嗎 所以你看 這個門檻上 在外國人身上 他加重欸 有語言障礙欸 然後還有就是 附加的支持 他在整個社會的地位 巴拉巴 所以你可以想 為什麼你沒有覺得這樣 不 主委 他們主政黨可多了 只是我們都沒有助力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有成立60個 新住民的協會 NGO組織 但是大部分是以大陸人為了 協會跟政黨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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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三個政黨 六十個協會 六十個協會 那我也請各位 如果有機會 關心政治的話 關心一下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現在一定會在 大家都配合 他們 他們在經營裡面 一部分 他們在2008年之後 快速的組織起來了 然後 他們一定會在 兩岸海峽論壇裡面 就是會 有這些協會 國民財家跟注入 他們的一些資源這樣 他拿的不是只有 國民黨的資源 他還拿對岸的資源 然後 他們很多的移民的那個 應該是理事長 直接是可以跟他們 農務院的人 就是 通的廢話 所以我想 他們是有意識的在 組織政黨 而且在 就是維護他們 只不過 是不是會 照顧到移民的健康 穆斯林基本上 他們有天科 一年要從四十分之一 做天科 這個就是有差異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覺得 移工真的 或者是移民 真的很不友善 我說社會對他們 很不友善 所以我認真覺得說 真的組織一個 回教黨 真的是 真的是 相較之下 在待遇政治裡面 絕對是 比較有用的 對啊 我完全支持你 可是這一定要 bottom up 不能top down 對不對 一定要是自主自發的 所以組織工作 歡迎我加入 那個 剛才幫我們打阿倫選 還有超過 還有超過 你跟愛姐妹會 我們就是在做 組織工作 先團結在一起 為自己發聲 因為我也不想要有台灣人代言 你知道 tap down 微壘式的政黨 我也不想要那種 那我沒有在暗示什麼 我政黨 對 但是就是自主發起 決鬥的權益真的很重要 我支持你 那你不要再加入 等一下那個 我們今天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後面塔 已經打到 公安亂水 所以我們今天要 非常謝謝大家 好 麥克風 好 謝謝麥克風 非常謝謝 然後沒關係我們這場 還可以就是 留到12點 所以如果說 這樣子還有 通話 你可能會不會 就是偶爾一趟 那這個就是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禮拜 因為就是負責 他這裡要整修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8月5號在第二次 然後8月12號 12號再回來 然後我們這一個 這一週 剛好是我們職務 六週年 所以要賣的第七年 然後我們要討論 一個議題 那個是那個 就是今年是 烏托方 那個 那一本書 他的五百年 然後 那就是我們會請到 彥浩老師 正大陸 政治系的老師 然後他來看這本書 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有興趣 再繼續過來 然後很謝謝大家 今天來 謝謝 謝謝 好 我必須要為我自己的 為醫學性 為醫生來看 可以 可以 來 來 好 對 我必須要為自己發聲一下 但是首先就是 我必須要承認就是 我剛才 就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 然後 回客來聽的時候 也就是 想說 這個好像也不是 不是一個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我聽 衝下來的時候就發現說 問題超多 對 沒錯 就是 因為我發現自己好像就是沒有 就缺乏這個 文化醫師 就是也存在很多 文化歧視的 刻板在裡面 然後所以就是 我就是 聽一下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真的問題非常多 但是 我不知道說 這應該歸咎於個人問題 還是歸咎於整體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剛剛老師有舉那個 那個客人一般 就講 就是 西方醫療大其實都是重視在 那個 疾病的認識案治療上面 所以 其實不只是對 呃 不只是對 呃 那個外體配偶而言 或是 或者是對移工 他其實對所有 對所有的病人 他其實都是 主要是重視在疾病的解決問題上面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並沒有什麼 文化差異的現象 那 雖然有文化歧視的現象 我覺得這些都是因為 呃 因為 引用過來他們 這些外體配偶 然後這些移工 他們普遍 都是屬於 社會比較低層 那當然他們在 知識的落差上面 也會比較 好 知識落差上面比較大 那 想想看就是在這種 醫療環境裡面 就是 如果大家有進醫院 如果大家 呃 對醫生的那個 事物有點認識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就是 醫生他其實也是一個過勞的族群 那就是 你要在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然後看你這麼多的病人 然後還有業績的壓力 那 請問你就是 你看到一個病人 然後你要跟他解釋 你看到他 你發現說他不會講中文 然後再加上說 呃 你講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他都聽不太懂 就是知識層面的落差 醫學知識上面的落差 又比他人還要大 那 你現在看你做三分鐘的時間 你會選擇跟他講 還是跟你講一講 對不對 那你要跟 你看 這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呃 結構暴力吧 我覺得 對那你這樣子要怪醫生嗎 對不對 不然怪誰啊 呃 沒有人是無辜的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醫生當然也不是 醫生當然也不是說 呃 就是沒有錯 但是我意思是說 就是把這些說話 健保制度感到沒有錯嗎 就是我家一定要 環境你知道嗎 勞動的惡化 那種錯嗎 這是你醫生 能力的問題啊 呃 我承認我自己是 我承認我自己會 盡量這樣改善 但是 呃 就像是 我們醫學在 培訓的過程中 從頭到尾 永遠都是西方醫療的書籍 那西方醫療就是 培養我們 就是看病人的時候 就是會重視在 重視在 疾病的這個層 這個層面上面 而不是重視在 呃 意義上面的疾史 就跟各位問責一樣嘛 是一個變態專家而已 變態專家而已 呃 呃 回應一下哈 那個 我還是很高興 就是 未來的醫生 然後 會覺得 他其實背後牽涉到 物體越來越大 這樣子 那 我們會 特別的那個 看到說 呃 雙方面 如果有那個 意識 就是說 呃 我們心裡有這個需求 然後醫生也有覺得 比如說世界上面的限制 可能很多問題 那其實 在體制內 我們有沒有可能 講出一個 解決的辦法 其實婦佑醫院 就是一個例子啊 他直接設立一個 外籍配偶的 特別門診 那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其他 友善的門診 可以出現 那是 比如說 有醫院的醫師 然後 或者說 有學過那個 就是我們 語言的醫師 可以在那邊 就是 我自己那個 那個 國防醫學院 就有一個 學生 他現在是 13年級 主動的到 那個 呃 內科病房裡面 去跟那邊的 印尼貪圖 就是學印尼語 他這個時候 架在印尼語 就是 他真的就是 開始在做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會很樂見於 我們的 醫療體系裡面的 一身 雙身帶 你除了 你自己的那個 中文啊 英文啊 然後你還能夠 所以我學一個 那個 醫療內體驗 當你在提供 醫療服務的時候 其實 你更有那個 優勢啊 你這樣 他自願的 自願的 那 這樣的那個 醫師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 而且 有可能是在 我們這個 全球化世界裡面 他的文化奴隸 說不定還能夠 幫助解決更多的問題 那 這個 就是等於說 雙魚的醫生 或是說 醫療的統一 尤其是 也是那個醫療 他們 的那個統一 這些 多方面的 那個建築 在我們現在醫療體系 其實真的是 越來越需要 就是怎麼樣去突破 那個健保能力的提示 然後 對你們來講 過勞的那個 義務 那還有那個 可能可以提升那個 心理名健康的 那個 努力的那個 空間 也最近在哪裡 我覺得是你們 可以創意 或者開心 路的那個地方 甚至是一個 醫療新的形式 可以出來的 我們不是 要指責任何一方 我們也不是說 還有我特別要做這個 其中的一個 你剛才有講到 新醫院大部分來的 那個 社會階層 或者說 他們可能是 是 是比較偏低的 不見得 請你update 我訪問過的 通醫裡面 我剛才有講 他現在念那個 訓大研究所 我訪問過 泰國的那個 婚姻營 他們也有外圍器 畢業 有MBA的 他正在接受 通醫的訓練 所以 很有可能今天 你 剛才我說到 那種化敏感度 你以為 你那個什麼 帶著小孩子來的 那個 是一個應用 其實不見了啦 他是一個 台灣人的媽媽 好 好 但你 未來可能 還有進一步的一些挑戰 那只是說 我們大家都用 比較開放的態度 然後去接納 就是來到我們這個 土地上面的各種 那我們一起想辦法 就是 體制上面的政策上 握這個畫面來 那個 能夠 組織更多的人 然後 可以 把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以做某種的方法 那我覺得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 那個福氣 我們今天就是那個 很多的 很多的 或什麼的 爆炸 或很多的衝突 還不至於發生在台灣 這個土地上面 其實是 有一些人願意 先在前面 多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我們不想要 讓 就是在我們這個 土地上面的一些 衝突 越來越擴大 或是說 那個健康不好 等等問題 越來越大的話 那就是 其實 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傷害 絕對是更多了 所以 就有必要 先跳出來 先做一些事情 然後 先那個 想辦法 都轉政策 那 看可不可以說 把那個 為我們台灣貢獻的 這一群人 然後 多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好像還有一個醫生 來 來 就 覺得 好像是最貝 哈哈 哈哈 就很想 沒有啦 就是最 就是 應該是說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是出在說 就是醫療的 不是 的 的 的非常 緊迫性 就是 就是剛剛這個學生 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 醫師很多不老的情況 這讓我現在到來 其實也不是很親俗 就是 畢生的過勞程間 那個時間被壓縮 我們不可能看那個別人看很久 因為這能導致我們不怕下班 導致我們不怕回家吃飯 所以說就是 現在台灣的醫療 看很像國外的醫療 有當作是可以解釋 或者是仔細的去研究 或是溝通 當然如果我們想要避免一些 老育治疾 或者是法律性狀況 我們心跳是要多解釋一些 可是大家都直接很有效 那再來就是 關於資源的部分 其實就是自從自己的經驗 就是譬如說 我們常常會遇到 有一些還不太了解 不管是英文或是中文 或是台語的 就是外籍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解釋 通常這個時候 第一個 如果我們有華僑的醫師 就是我們有許多醫師 其實他們是華僑來台灣的醫學院 比如說 然後他們在台灣當醫師 就是這樣做 或是當初院醫師 或者當醫師 那這些同學 他們就是他們用非常有利的 印尼化 或是各種 就是越來越來台灣 比較少一點 通常是有印尼的同學 然後呢 馬來西亞同學 他們就可以用 這方面的華跟他們溝通 那這個部分 其實到底有沒有辦法 就是邀請更多的 就是華僑醫師 就是他們就不需要去學了 他們本來自己就會了 然後就可以看 就是 開設起來滿滿正的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還不錯 因為像是 像是大家好像覺得 醫生很厲害 但其實我自己的理論 是非常差的 就是我遇到 講英語的病人 我也不是很好了解的 對 就 我覺得光是學台語 只靠著我很多的老師 就是這樣 對啊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 非常多的 就是 他的部分都是來自於 沒有時間跟沒有錢 那 就是 線上同意的這個想法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就是需要有推動 對啊 其實社民黨 其實他們立委在參選的時候 這層名是其中一個人的政見 但他落選 對 其實社民黨 對 社民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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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家的政策 這個一切都很好 但是就是希望就是 就是今天這次來 一次來聽客人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 就是 互相溝通啦 我相信就是 就是慢慢的 會來與好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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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